今天要分享的是鲜酥混沌 鲜酥混沌食材有菠菜豆干混沌皮 像鸡排 先将菠菜洗干净之后 将菠菜切成小丁一样 菠菜叶也切成小块一点 将它放入盆中 菠菜切好之后 再加入适量的盐 要看你的菠菜有多少 加入盐 将菠菜搓压 菠菜切好之后 让它腌制了十分钟让它出水 再来准备我们的豆干 先将它压碎 再将豆干切碎一点 香鸡排切末 将香鸡排煸香 这样酥酥香香的 我们就可以熄火 将它先放凉 加入油盐巴一点点 再将豆干放下来 稍微让它煸香一下 煸至这样之后 我们可以让它撒一点点的胡椒粉 让它有一点香气 豆干炒至这样有一点恰恰 我们就可以熄火将它放凉 可以用 煸了差不多有十分钟的菠菜 已经也出了很多的水 我们就将水给它挤干 再将菠菜用净水 让它冲洗一遍 冲过净水之后 我们将菠菜水挤干 将豆干放入菠菜里面 将香鸡排煸给它放进来 再来加入糖 胡椒粉 胡椒粉一个人的口味决定 如果有咸的话就不要加太多盐了 倒入香油 再将它搅拌均匀 可以将我们的馅加入一匙的玉米粉 增加它的粘稠度 再将它搅拌均匀 准备一个馄饨皮 将馅料包在里面 对折 再将它捏紧 包馄饨有很多种的方式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 将它捏紧 现在来包一个用煎的 将三边抹上水 之后将馅料放进来 再将它卷起来 两边压下去 压紧一点 这样子就行了 准备一锅滚水 水滚之后再将馄饨放下来 再将它轻轻的滑动 非常翠绿又好看的馄饨好了 先酥大馄饨 现在我们要来煎这个馄饨 先把馄饨把它排列在锅子上面 小火慢煎 煎到两面酥酥的就可以了 香煎鲜酥大馄饨 看得到很多的蔬菜喔 鲜酥大馄饨 新鲜酥菜看得到 再淋上个红油 就变成了红油超熟 鲜酥大馄饨 好吃喔 鲜酥大馄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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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酥大馄饨